下一刻 那滚滚星河与黑色浪潮冲撞在了一处 夜晨的目光狂闪 不断体悟着星光之中的变化 突然 他的眼中爆发出了一抹精芒 一瞬间似乎一切都贯通了 我懂了 这是星天魂法 我终于彻底领悟了 如此一来 甚至连这怨念种子都可以与神魂将之恋化 反而对我的神魂精进有所益处 下一刻 那星光之中 骤然起了某种莫名变化 竟是开始蚕食着黑色浪潮 同一时间 阴神殿的上空一道法相浮现 看上去正是殿主秦霄 那法相骤然开口道 现在所有弟子前往天阴山 一众弟子都是面露微精之色 法相传音 平时可不会轻易动用 天阴山距离阴神殿山门所在 并不遥远 献客功夫 一众弟子便聚集在了此处 那些弟子们环视四周 笑了 果然夜晨还是没来 秦霄似乎心情不错 面带笑容 对着众人开口道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如今 我们阴神殿内 有一名前辈降临 而这名前辈 正在炼制震魂石 此言一出 天阴山上便响起了 此起彼伏的惊叹之声 震魂石 那可是所有鬼秀 都渴望的至宝之一啊 秦霄看了一眼龙凯微笑道 众所周知 震魂石此等一宝出世 会引发半明之地的大道共鸣 是一个参悟突破的好机会 所以我号召各位前来 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从中得到好处 众人文言一阵欣喜 就算得不到震魂石 这大道共鸣的异象 也不是随处可见的 突然 秦霄一指龙凯道 大家应该感谢龙凯 这位前辈是特地 为龙凯打造了这枚震魂石 所以大家是沾了龙凯的光 所有人都是无比的艳羡 崇拜地看着龙凯 这待遇简直让人发狂啊 龙凯享受着众人的目光 面露傲然之色 就在这时 一道极为耀眼的金光 骤然自九天之上落下 金光之中大道之音缭绕 种种道运激荡 这天音山附近的音气 似乎都沸腾了起来 隐约间 世间万物似乎都在与那道金光 互相应和着 金色震魂石 这一次就连秦霄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震魂石分为三个品节 银色震魂石 金色震魂石 以及传说之中的无色震魂石 其中99%都是银色震魂石 比如秦霄的震魂石 就是银色的 而金色震魂石 极为极为罕见 比之银色的功效要更强大许多 至于那无色震魂石 基本上存在于传说中 没人见过 看来龙凯真的是得天独厚啊 石老竟是为其打造出了金色震魂石 要知道震魂石的品阶是很难控制的 以如今半明之地的制造水准 基本上要想得到金色震魂石 只能靠运气 龙凯运气太好 而那一众阴神殿弟子光是感受着那金色光柱 眼中便是一彩连连 一些妖孽周身气息已经开始膨胀了 他们越来越羡慕龙凯了 光是这大道共鸣 就如此逆天 真正得到这金色震魂石 龙凯的实力将会难以想象 就在这时 金光之中飞出了一枚 遍布符文的圆形血红色宝石 浴石之后 有一名老者走来 这老者看上去很苍老很瘦小 银白头发 剃成了板寸 穿着件粗布衣衫 看起来很普通 可没有一个人敢轻视这老者 因为这老者的气息非常非常厚重 其缓缓走来 却让众人感觉 是十万重天空一起朝着他们压了过来 此老便是十老 能够锻造震魂石的超级强者 众人纷纷对着这老者失礼 特别是龙凯 异常地诚挚 石老看了一眼龙凯 点了点头道 你很好 秦霄有些激动 能够得到石老的夸奖不容易啊 下一刻 石老手一挥 那枚金色震魂石便飞向了龙凯 石老道 金色震魂石 老夫一生也只练成过三枚 这是第四枚 除了老夫自己之外 其他两人都是半明之地的绝顶强者 甚至有望 前往真正冥土的存在 希望你不要让这枚金色震魂石蒙羞 龙凯无比欣喜地 接过那金色震魂石道 多谢石老赏赐 晚辈一定会对得起这枚金色震魂石 刚一接过这震魂石 龙凯便感觉要疯狂了 尚未练花 仅仅拿在手中 龙凯都有一种 魂体强度飙升的感觉 可就在这时 一道淡漠的男子声音 骤然在这天音山上响起 听说 你要与我一战 下一刻 一道身影 骤然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所有人都是瞳孔一缩 此人 赫然就是夜沉 原本都以为夜沉是怕了龙凯 不敢来了 当了缩头乌龟 可现在为什么夜沉来了呢 为了感悟那天道共鸣 不可能 震魂石已经落入了龙凯的手中 天道共鸣也要结束了 这时候才来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来就算了 最让众人无法理解的是 夜沉竟然主动提起了挑战仪式 还是在龙凯获得了震魂石之后 他们有些搞不懂 夜沉先前的怂 躲 是为了什么 就连龙凯也是意外 不过 很快他的眼中 便闪过一道残忍之色 不管夜沉是怎么想的 反正结局不会改变 而徐宝慧则是满面怨毒与快意 他受到的羞辱 终于到了让夜沉偿还的时候了 张凤熙和殷素灵则是既兴奋又紧张 这段时间来 他们吃了很多苦 就像殷素灵预料的那样 整个殷神殿的人上到直视 长老下到一般弟子 似乎所有人都在为了讨好龙凯 而排挤他们 原本像他们这样天资出众 容貌过人的女子 在宗门内是必然会受到无尽追捧的 可现在因为夜沉 他们却仿佛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疫 这让他们的修为都没有太大的进步 资源甚至任务等等都被卡死了 这种空耗 对于殷素灵和张凤熙这样的天才而言 是最为痛苦的 再这样下去 他们是无法在殷神殿支撑下去的 所以他们一直都在期盼夜沉出现 改变这一切 如今夜沉终于出现了 可他们也看得出来 夜沉的气息变化不大 这样会是那龙凯的对手吗 龙凯现在可是始源五层天实力 而且还得到了镇魂石 龙凯手持那镇魂石双目凝视着夜沉 面上带着激讽之色 这段时间以来 他在疯狂地进步 突破创造记录 如今已经是死殿第一的存在 而夜沉呢 看起来一点进步都没有 与他听说的还是一样的状态 两人之间的差距已经彻底拉开了 秦潇也是摇头 看向夜沉的目光更加冰冷了一分 他也和龙凯一个想法 夜沉毫无进步 这就是自己也无法教导的弟子 也许确实无法教导 一个只会吃老本的弟子 怎么教导 秦潇几乎已经断定 老祖宗看走眼了 而且对于夜沉如此嚣张的出现 秦潇有着自己的看法 他在心中冷笑了一声道 小子 想趁着众人聚集 靠着老祖宗的面子 让我替你解围吧 打得倒是好算嘛 秦潇认为 夜沉这时候出现 为的是挑衅龙凯 因为他知道 这场战斗打不了 他肯定认为自己 会为了老祖宗而阻止龙凯吧 秦潇双眼微眯心中暗道 夜沉 你错了 而且错得很离谱 原本我真的还顾忌一下老祖宗 但现在 你已经证明了老祖宗看走眼了 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相反 今天我就要让龙凯 彻底地将你击败 证明我的弟子比你优秀 这时 硕老的声音 在夜沉的脑海中响起 冷笑道 小子 那名神殿的店主 看来是看不上你了 这家伙目光实在太过短浅 夜沉淡淡道 无所谓 确实无所谓 反正参悟呢 通天明碑之后 他就要离开了 这时龙凯回话了 他凝视着夜沉道 怎么缩了这么久 现在就要露头了 说实话 我原本以为你会缩一辈子 夜沉闻言 面色淡漠地看着龙凯道 你现在是死殿第一 龙凯目中一色一闪道 是要怎样 这小子问这个干嘛 夜沉点了点头道 那你又挑战我的资格了 夜沉需要的是排名 如果龙凯不是死殿第一的话 夜沉都懒得与龙凯战了 以他如今的眼界 龙凯还不够做他的对手 如今的他 已经彻底练成了 那木然女子所传的星天魂法 这魂法一成 夜沉实力虽然没有提升多少 但与半明之地的天道 几乎已经到了完美交融的境界 换句话说 他是这片天地的神 当然 如果离开半明之地 就没有这么大的优势了 虽然他看起来 气息等等都没有什么变化 但实力 特别是在这半明之地之中的实力 却是发生了质变 天翻地覆的质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